剛剛各位已經稍微用過了一下新制圖的感覺 那可能你也許會有遇到一些問題 第一個我們剛剛有稍微提過的 你怎麼樣查出主題跟分支 因為快速鍵真的比較快一點 老師在那邊點來點去的 用新制圖 的好處 就是要怎麼樣 盡量 不要有太多干擾 所以你按右鍵也會干擾你 所以可以的話你用稍微快速鍵 盡量接近你的所謂的繪圖方法 然後第二種 你會發現我們在移動這些主題 或者所謂的浮動主題 浮動主題我們剛才沒有跟各位講 你在移動這些主題的時候 它會有點什麼 好像會吸附上去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由移動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子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邊 你如果希望自由移動 你這樣拉 它會有一點點那個對不對 那你可以按住你的Alt鍵 Alt鍵的話 它就不會跳的那麼多 甚至 如果 尤其是在浮動主題的部分 這個先 我看一下 尤其是浮動主題 什麼叫浮動主題 我們平常是不是這些內容跟這個主題是相關的 可是我們有些時候 我可能需要 需要 註解一下 或者我有另外一個想法 A突然想到另外一個點子 你可以 按右鍵也可以 或者 在控拔的地方 都通 有沒有 連按兩下滑鼠 還是你按右鍵 浮動主題 那個浮動主題跟浮動主題中心 蠻接近的 只是一個 長得不一樣 那麼 針對這個形狀如果你覺得不滿意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可以切換 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 點到它之後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形狀 然後外框 顏色 字形大角 還有連線的 那個 粗細 像這個連線的粗細 你都可以從這邊選 這個浮動主題如果你在脫越的時候 你稍微下來一點 有沒有反應會被吸進去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按住Alt 知道了解那個意思嗎 你希望靠近一點 但是怎麼樣 不要被吸進去 我還是要維持 單針的 這樣沒問題 我不希望 被牽辦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Alt按著 跟我們在Word的調整一樣 跟我們在Word的調整一樣 那 浮動主題不是只能這樣 你一樣可以後面再繼續怎麼樣 分支主題 所以它可以獨立出來 可以獨立出來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一個 做 專案的部分 在 在 這邊 這個專案 像 我就弄了很多 那這個可能 你看 我這邊有沒有做那個關聯 這有沒有做關聯 對不對 我下面還有很多 主架構然後 它的一些需要的欄位 我就把它通通規劃好 所以雖然看起來很多 可是 以後我真正在用的時候 我就可以 這個後面是藍位所以我就用比較單純的 像這樣子 在這邊 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整個的一個架構的情形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看你要怎麼用隨便 用什麼樣的形式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 用了之後要自己看得懂 他說有時候最怕的一個情形就是 好像大家太注重美工了 一直要把它做得很漂亮 好像做成簡報那樣 那你可能就有點失去 它的那個 當初的用意 因為它的用意是要你 在發酵的時候可以更完整 美工只是它附加的功能 也許它不像 其他軟體可以做到那麼多 它盡量多做但是 它 並不是要取代 你做簡報 這個是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所以 這個服裝主題 這個 第一個 應該大家就沒有問題了 那如果你要調整順序 除了用拖曳的以外 其實你看也可以用ALT加上下 所以 你可以看看ALT加上下 ALT 上下 當然也可以做調整 所以 當你用的比較熟之後 可以把這個部分 像這樣 稍微 多了解一下 一點點快速鍵 那服裝主題我們剛剛就有用過了 服裝主題很有一個用法是什麼 如果你要加圖片 不想要放在這裡 像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他可能有用手繪的 有沒有 那我想要放在外面做參考 因為放在裡面的話 是不是會太大 或者說我會受影響 那我自己就受影響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可以插入圖片 你看我點到這個 直接插也可以 好我們找到我們的圖檔 好假設這一張 開進來 這樣有沒有很大張 對不對 可是 外面有框框 有點口 所以你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新制度 他是怎麼做的 你看點到他 我們就告訴他 你的橢圓形 沒關係你變方形就好 然後呢 不要有任何的顏色 有沒有 連線呢 這裡 也把它設成五就好了 他就是獨立的一張主題 這樣你了解嗎 那個主題你把它刪掉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 只有一個 對不對 好 這樣的話你的圖片你喜歡擺在哪裡就隨便了 也就是這個浮動主題你要丟在哪裡都沒關係 那您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 那麼 這裡呢 還有一個是什麼 就是 您如果 剛剛這個就是等於在這裡 就插入空白 有沒有在空白的地方插入圖片就是利用主動主題 把它變了 另外一個 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我們一般標準的 這個線 都是比較直線的 有沒有 這個 都是比較直線的 如果你想要看能曲線 或者是別的 折線 圓角折線 這裡就可以像這樣去切換 那它的粗細你也可以選擇 這樣了解 但是要記得 你改的如果是改前面 後面的會受影響 就是它的下面的那些階層會受到影響 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額外的 如果說 你想要做一些 就是每公升的調整 那這個呢 剛剛就有同學有問過 你如果 要做比較高品質的 分享 那我們剛剛有跟各位提過就是 基本上各位用的是免費版本的話 會出 只能選擇什麼 只能選擇這一種 對不對 如果你是付費的 你可以變成 PTF的圖檔 那就像我給各位的這個講義一樣 你可以選擇 我要列印的時候 是要選擇A-Ford的 還是 B-Ford的 那它的圖就自動撐檔 因為圖基本上 圖跟文基本 除了是點證圖 不然它裡面的東西都是像樣的 所以放大縮小不失真 但是如果你是直接變成圖片的話 你直接變成圖片 比如我點了 出來 你可以發現 我的內容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圖檔只有多大 696×616 是不是有點小 像剛剛同學說他想要做講義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用什麼 假設你不要付費的 我就用抓圖的 可以吧 我把 盡量把它放到最大 尤其像我們學校這邊 這個24寸的 螢幕解析度是不是很大 24寸的話 基本上用的都是1920×1080 所以 你可以用抓圖的 那抓圖 平常各位都用什麼軟體 只有鍵盤上那一顆 鍵盤上那一顆也可以 可是你是會包含外面這些不必要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 平常我自己在用的話 我會用 另外一個 在這邊 有看到一個調色盤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從這邊 這中文的 也是免安裝的 所以我從這邊 矩形區域 因為你用推的screen 就是多抓一些額外的 我可以像這樣把他抓下來 起點到中間抓下來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只是因為我現在螢幕 不大 所以你會發現我抓下來的 就跟剛剛 匯出的差不多大 600多而已 600多 可是如果你今天螢幕真的很比較大的 那我抓下來的尺寸就夠大 大致上100多按像度應該就夠 你再列印成A4的大小應該就沒有問題 這樣你大概了解嗎 那這個小軟體 也是 可以變能安裝的 所以你可以到哪裡 一樣在我這邊 進來了之後 這個 在影像處理內 有一個叫做PickPick 在這裡 這裡 那你把這個撕下夾勾起來 按下載 就可以了 好 解壓桌之後 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直接點開 就可以直接用 基本上它都中文的 都中文的 所以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那麼 順便額外提一下 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支白盤筆 你也可以用這套小軟體 你看 是不是在 在螢幕上畫圖 還可以放大作小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怎麼用的方式適合你 隨便 但是重點在是什麼 就是你找到你最合用的 就好 OK 那我就先把它們管理 所以 我們的FAQ 還有一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看 這裡我們剛才有一個沒講到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插入 是不是可以增加頁面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增加進去 那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特別一點點的 是 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 有些時候如果說你一開 剛開始 剛開始 你可能有像我剛剛有一些什麼 浮動主題有沒有 有些浮動主題的 或者你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把它做所謂的分頁 就是通通都寫在一起 那 你要整理的時候 要怎麼辦 就複製貼上 這樣有點累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做 假設 我這個 我發現 這個後面內容是不是太多了 沒有關係 你就點到這個主題 你看喔 插入的時候 就用這個主題來新增加新的頁面 點一下 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子就直接過來了 他就直接把你拿過來 你盡量不要用剪貼的方式 為什麼 你看喔 如果你用剪貼的方式 我先在這邊複製 我先在這邊複製 我插入一個頁面 你插入頁面之後 你是不是要貼上 所以我一貼上 它是變成第二個主題了 你這個 你不能說刪掉它 因為它是你的中心之想 你刪掉它後面就跟著不見了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如果你剛開始 可能都是 全部的內容都都擠在同一頁了 沒有關係 你利用這個方法再把它換過去 你看 當你以它新增主題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你建立桃連結 所以一點 是不是就過來了 那 相對的 它這邊就可以回到上一層 有沒有 就是 桃連結概念 其實這裡有一個快速鍵 你看 在這裡 這個叫做什麼 往下轉一層 叫做F6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可能希望說 我在講這個主題的時候 因為內容很多 我就直接進去就好了 這樣就不會受到干擾 那你進來了這個主題之後 你不見得要用這種方法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替換過 我不要用金字圖的 我用主字圖的 像這個用紙入紙就不太適合 我就用這個 所謂的邏輯圖的 可能我在看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你可以隨時像這樣去做調整 這樣你的使用上就會比較靈活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 FAQ裡面 基本上 這裡 這個是它好像 現在有一個小buck的樣子 我在它的 線上FAQ看到的 所以 應該是各位 遇到機會應該不大吧 那這裡有一個要注意就是 它的背注的內容 是沒辦法印出來的 比如說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這樣一個嗎 對不對 一個背注內容 但是那個部分 它沒有辦法印出來 等於說你在圖面上 有看到那個小圖而已 它只是做固定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新版本它本身還有一個干測圖 可是干測圖是付費功能 各位有用過干測圖嗎 沒有 干測圖用來幹嘛 一般來講就像 我們的微軟有一套軟體叫PJet 就是所謂的專案管理 它可以定什麼 定 時程進度 比如說 因為我現在是付費版本 所以 你可以來這邊檢視所謂的干測圖 這樣叫干測圖 這樣你了解嗎 哪一個任務 從什麼時間到什麼時間 有沒有 直接在裡面做 所以如果你要免費的 也可以 用它 它這個是屬於付費功能 它是屬於付費功能 所以 它等於說新版本 剛好2016就是增加這個功能 把它整合進來 如果說你把它當作一個 工作上的一個 整合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 這個 干測圖是沒辦法印出來的 只能在裡面看 以目前它這個版本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就用別的免費軟體就好了 那就看你的需求 基本上它目前是沒有平板的 沒有平板版本 但是有一個功能我會建議各位 你要打開來看 哪一個 哪一個呢 你看 剛剛有同學不小心當機 它會自動儲存 跟我們Office一樣 現在Office當機 它說你重新再打開 它會問你要不要復原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功能 預設 都會有 你看到應該是在 沒有 這裡沒有勾 建議各位 有空勾起來 以防萬一 以防萬一 它跟這個還有一個 相關的功能 就是所謂的 版本紀錄 因為 我們的思考常常在變 有時候這個增加了 有時候增加了 那怎麼辦 萬一文件改錯了 那你不就完了嗎 對不對 你也許今天認為那個不需要的 沒有關係 你來這邊 預設它沒有 打開 你看我的右手邊 我有打開 有沒有修訂版本 這個修訂 你看我什麼時候改過的 是都在這邊 所以我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那這個跟我們雲端的那個文件一樣 我們像那個Google的文件 或者是那個 微軟的 線上文件都有類似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要看它 你可以多多兩下打開 當初就只有這個 然後後來才 慢慢變成第2個版本第3個版本 這樣很好玩吧 所以你隨時可以回到過去 所以這個功能很重要 那預設呢 你看不到這個面板 所以要請你來這裡 檢視裡面 你們如果 這裡沒有 你可能要先從其他這邊找 因為我記得預設 在這邊好像沒看到 我是有先打開了 所以你可能先從其他裡面 找一下 其他裡面它是應該是屬於 新制圖這個修訂版本 你把它 確定了之後 你在這邊就會看到它 慢慢打開 這個面板你要放哪裡 沒有關係 隨時 如果你要回覆到這個版本 就 可以 我看一下 它有一個按 負原 有沒有 反原 這樣有看到 但是 不要隨便讓它按 好不容易 確定要按的再說 確定你真的要的再說 好 OK 感谢观看